大家好,我是Daryl,欢迎收看怪奇音乐 这个节目是希望透过交流、分享和问答的方式 来帮助到各位喜欢弹吉他的朋友 首先,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欢迎订阅 你的知识是我们继续录下去最大的动力 另外,我们的原创音乐都已经陆续上架 欢迎各位来收听 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很多跟C大调相关的东西 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调性 今天来跟各位分享D大调1645该如何演奏 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情当然还是要先知道 D大调的1645分别是哪些音哪些和弦 D大调的1645的E当然就是D大调 接下来是B小调 接下来是B小调,G大调跟A大调 好,那我们就先来找到根音 先试着熟悉他根音的位置 首先是Re Re当然就是在你已经很熟悉的第四弦的空弦 接下来是T 接下来是T 是在第五弦的第二格 接下来是T 在第六弦第三格也是你很熟悉的位置 最后是空弦的拉 所以连在一起就是 接着我们来跟着音乐一起弹弹看 等到你跟音熟悉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弹和弦 首先是D大调和弦 D大调和弦的按法就是 食指按在第三弦第二格的拉 无名指按在第二弦第三格的Re 中指放在第一弦第二格的升法 请记住因为现在是D大调 所以更音在第四弦空弦 你可以用你的大拇指 轻轻的碰到你的五六弦 让它不要发出声音 这样刷起来才会是D大调的声响 接着是B小调 B小调就是用我们之前分享过 第五弦的封闭的方式 如果你对封闭还不熟悉 你可以回去看我们的和弦系列的封闭脚弦 根音在第五弦的按法 第三个是So G大调 就请你按你已经很熟悉的G大调的按法 你要按第一种就是 第二弦是按T空弦或者是 像我现在按的这种 第二弦是按Re 两种方式都可以 我个人是喜欢第二种方式 最后就是A大调拉 按到拉的时候 请你也稍微留意一下 你应该把你的大拇指碰到 第六弦 让它尽量不要发出声响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音乐 一起来弹弹看 等你开放和弦弹得比较熟练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练习 用封闭的方式来弹 首先D大调的封闭 用第五弦当根音的话是在 就是一样 其实就像是A大调平移下来的 一样 你的食指按在D这个音 剩下三个音是用你的无名指压一整排 接下来B小调 我们刚才已经分享过在第五弦 根音在第五弦 所以这一轮你可以试着 用根音在第六弦的方式来按 它的位置是在 请你把你的食指放在第七格的T这个位置 接下来是SOL 跟拉大调 你都可以用封闭的大调指形来按 这个相对来说就会简单一点 因为你上一个T 接下来就只要把 你的手整个平移 再把中指放下去 就变G大调 接下来再往下平移一个全音 就是A大调 接下来我们就来跟着音乐一起弹弹看 接下来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练习 你可以试着在音乐行进间的前两拍去按这个和弦的开放和弦 后两拍去按它的封闭和弦 当然如果是B小调你就可以前两拍是按五弦的封闭 后两拍按六弦的封闭 所以等一下听起来可能会像这样子 先两下接下来 先两下接下来 接下来换B 变六弦 接下来收 再变封闭 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会困难一点 但是如果你掌握了会对之后你熟悉各式各样的和弦都非常有帮助 接下来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来挑战看看 最后你可以练习用你的手指来拨 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拨法是 T3213213 基本上就是T321321这样子去循环的 我等一下会用的速度是16分音符 如果你觉得太快你要变成8分音符 就是慢一倍也没有问题 接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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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音樂一起彈彈看 今天就先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希望會對各位有幫助 當然低大調它之中還有很多的按法 我們之後可以再陸續跟各位分享 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是寫信到我們的email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追蹤我們的YouTube IG跟抖音頻道 如果想要來上吉他課 隨時歡迎聯絡我們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